三個中產檔 其實元朗在7月21日發生的事 當然是舉廣震驚 全香港都是非常之震驚 我們經常提及的一位知名的香港國際關係學者 就是沈玉輝 你的朋友 香港是一個著名的學者 他引用了一個字 KOL是甚麼叫KOL KOL是可以帶動風向 他第一次引用了專有名字 這件事無論在世界任何地方發生 都會被定義為恐怖襲擊 現在全香港所有人都跟了他這個說法 連我曾經都不經意去說 只不過有個朋友跟我說不是 如果這些都叫恐怖襲擊 香港有很多東西都可以歸雷為恐怖襲擊 所以今天的主題都是集中討論這件事 究竟721元朗的白衣人襲擊平民事件 算不算是一個恐怖襲擊 已經很多人當作叫元朗恐襲擊 我先說一下他所說的 其實不只是他的 有另一位學者朋友梁啟智 都是有類似的說法 誰先說 這個很重要 我想應該是沈玉輝先說 沈玉輝博士的說法是甚麼 他是屬於幾個條件 他的觀察的特色 無差別襲擊 完全針對平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就說 遇襲者完全沒有攻擊性 包括老弱的婦孺 第三個就說 維持長時間達數小時 連續反覆出現的攻擊 第三個 第四個就說 目的是製造公眾 無論在任何地方 都會覺得人生有安全產生的恐慌 於是他覺得這樣就是恐襲 另外梁啟智的說法 他做了多一點功課 梁啟智 根據《香港法例》第575章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的規定 作出或恐嚇作出行動 《懷有危害作出》 《法律》就很難 好調口 《危害作出該行動的人》 《以外人的生命的兒童》 就是恐怖主義措施條例 亦這麼差勁 應該找法律英文言文出來 是的 所以他兩位同意 兩位學者都同意是恐襲 我有一點不同的意見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除了因為… 我首先要說一下 基於我不知道這兩個學者的定義 他們是來自甚麼 因為我隨便上網說 最常說的一樣 恐怖襲擊有100種定義 隨便可以抽幾樣東西 組裝在一起 就會成為一種新的恐怖襲擊 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在你的定義上 有些東西是不在 譬如剛才我聽到你說 恐怖襲擊的定義是維持數小時? 不知道有多少的氣氛症 幾秒鐘就完整 幾個小時 一分鐘就炸完 炸完就完整 幾秒鐘就完整 對,幾秒鐘就完整 對,幾秒鐘就完整 審覺事的感覺比較奇怪 我感覺上你好像在超級市場上撿東西 這個樣子是相似的 我撿起來,這個樣子是相似的 很多東西都可以撿起來 撿起來就相似的 如果你說一話本來我想等 給學生說 無差別襲擊 其實很多無端有些傻傻 在周圍拍攝拍攝 就無差別襲擊 通常有人說,那個精神病啊 在家裡啊 那些 或者無端的,那些算不上 因為這些是沒有組織的 亦都沒有攻擊性 包括老爺,他沒有死也沒有組織 亦都完全沒有攻擊性 包括老爺賦予 這些都是 我覺得那些定義是很奇怪 你對的 我自己一來有少少做政治暴力研究的背景 所以有些人說,你經作家都會懂這些 我只是寫過那篇文,做一些事情 我都不好意思 我甚麼都懂少少 即是你是恐襲KOL 我又不是恐襲KOL 我是喜歡做一些內戰 包括其他一些政治上的事情 我給你意見 其實第一件事,我會覺得是奇怪的原因 就是說,譬如 審慧說的事情 正如你所說的 就算我不是認識很多事情 也覺得有些事情好像不是 不是必須的 那梁啟智說的事情 就有引用到 你入國甚麼甚麼 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他說有甚麼 可不可以用人聽得懂的解釋 即是梁啟智剛才說兩件事 其實你問我的話 我看過英文原文 我幾熟的 尤其是這個星期看了很多 他不是說我打你 於是你 就是恐襲的 我覺得恐襲是恐襲的 不是 我打你之餘是 令到旁邊的人都會產生恐慌 是的 即是有一個意義 不是說我打你你怕 普通的尋仇 你欠錢好 或者你追求女兒 甚麼鬼好 我打你是報仇的 因為旁邊的人都怕 你會因此都被他打 所以又不是一定要無差異 只不過是有一個令到公眾匯入控方 這個定義其實都很涵蓋 目的是公眾匯入控方 對 目的是公眾匯入控方 對 目的是公眾匯入控方 可以定義到很闊 但是我想說一個提出 我覺得比較奇怪 又說一個是國際關係專家 我覺得比較奇怪的是 因為當年我做一個研究的時候 去找那些數據 找數據 學校教學 做數據之前 每一個 代表 知道Codebook是甚麼 怎樣去量度 因為有很多個案 我們要找一些共通點 每逢出現這個元素 我們都會定義為恐襲 我們就慢慢找到一個定義 這個是因為恐襲有100個定義 你可以隨意收拾幾個 你就說是恐襲 所有東西都可以恐襲 那怎樣去定義一個比較窄 或者比較供應的 就是你找到這麼多個案件 然後找到共通點出來 我自己接觸過一個數據 有三大條件 第一個就是你有意圖去做這件事 不是說 癲腦 第二個就是要涉及暴力 第三個很重要 第三個就是要是不是國家的行為 即是不是一個 即是國家恐怖主義 不應該是恐怖主義 是的 最低度要分開處理 所以是 提到一個很欲權威的數據 我們不包括 英文就是 subnational actors 又或者說 不是state non-state actors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你可以說 你學術界 自己覺得要這樣 你們學者適合 第一個我要問的就是 這兩個都是學者 為什麼他們會引用這些時候 比較好像 這也是一個問題 好像牛頭角純嫂 抽些東西出來 我覺得很恐怖 就是恐襲 不是我這樣說 我覺得這件事恐襲 還有一件事就是 那件事是一件政治宣言 之前他們沒有過 你如果跟政治沒有關係 你就不可以 那個數據裏面 都有你剛才所說的 除了這三個必要條件之外 還要有以下三個 最多人有兩樣的 一個就是你所說的 就是要有政治 或者宗教的目的 另外一個就是 是不是人道法不容 再有一個就是 是不是要針對大眾 不只是直接受害者 但是我想重點討論的就是 是不是一些 如果是政府人參與的時候 就不是恐怖襲擊呢 為什麼這個討論重要呢 其實我寫了一篇文 有些讀者說 好像雞蛋對面挑個頭 其實不重要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非常之重要呢 所以政府所實施的類恐襲 類似恐怖襲擊的活動 我們不能歸來為恐襲 是的 這不是純粹一個學術的問題 這個是 聯合國定義什麼恐襲的時候 是爭議了很久 其中美國和美國的朋友 都是說 我們不要包包政府 政府已經有其他國際法 你說可能是武裝衝突 或者已經是戰爭犯罪的時候 你不要再搞多一點 我舉一個例子好嗎 是 文化大襲擊 大革命算不算是恐怖襲擊 即是你如果是政府 against people 你有很多一百萬 或者一些納粹大屠殺 算不算是恐怖襲擊 即是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你就將那樣東西混淆了 那樣東西是恐怖襲擊 你不是一個政府人為 因為我們實際上 政府有一百萬種行為 原來那些是恐怖襲擊 應該這樣說 如果政府against平民 那樣東西是另一種恐怖襲擊 當然我們三個是讀書人 我們他們 我不知道什麼規則是否讀書人 或者梁啟致 但是我心目中 那些讀書人都是說問題 他們三個都是讀書人 我們三個不是 如果是從一半聽到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不講雅雲雀字 你應該先拉法律根源 為什麼我們要定義這件事 是恐怖襲擊 兩個原因 你問我的話 一個就是學術上 我們想理解一件事 去研究探討這件事 的框架是怎樣 如果它的本質是不同的 它們的因果都是不同的 所以分開處理 這是學術上的角度 但是從法律角度 就是說 如果你想定性 就不是說你牛途角 純屬我 說你恐襲不恐襲 它有一個法律的含意 你要政府承認它 或者去到聯合國的承認它 你要政府因應這個問題 去作出相應的賠償 或者是一些保安措施 那你就一定要是一個正確的動作 我想這樣說 因為戰爭罪行好 又或者是否恐襲好 有些情況下 你可以凍結恐怖分子的資產 這些全部都是有它的後果 還有就是 你現在說這些事是恐怖襲擊 就是定義問題 如果你說這件事算不算 恐怖襲擊 你說這件事是恐怖襲擊 總之你來帶來客觀事實 你都是說定義問題 我們是定義問題 對定義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是其實 那現在究竟你覺得 那個真正 為什麼要禁止國家的原因是 各國家 你當它陰謀論 美國政府為什麼當年這麼反對 就是 可能他自己 他自己處理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原本已經有一套國際法 你很左加的角度 因為他經常鼓勵那些獨裁政府 去打壓人民 如果所有事情都包含不去恐怖主義 可能他就會受到這個狀態的援責 恐怖主義 那件事是有 希特拉那些叫做反人類罪 有很多其他事情 那件事更嚴重的恐怖主義 其實有很多相同的反人類罪 恐怖主義是另一件事 我們只能說 那些人明明是打劫的 那些人就說你過去強姦 打他強姦都是很嚴重的罪行 但你不認為打他強姦 除了學術上 還有潘營上 潘營上實際有 都是坐七十年而已 分別 不如按他們的罪 這些是很無法法治概念的人 但我們先拉回香港 你覺得為何這次的元朗恐襲 我們要用一個這麼嚴謹的定義去定義 首先我想問 你無端端在元朗721 出來的時候 學者就出來說我這個恐襲 你才有很多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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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何之前警察有無差別 去調查記者的時候 你不說恐襲 你不是說恐襲 這又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的定義是不包括 是否是政府人的時候 那他們 那應該所有都是恐襲 現在我們定義他做恐襲 有甚麼問題 那他就不是政府 你可以香港人 每一件事都為自己 學一個定義 即是說你香港人 原來是你喜歡 而不是這件事 這是我所恐襲的 就是如果你定義了這個721的恐襲 即是恐襲 是沒有一個國家勢力去支持他 那你有很多指控就不實際了 因為你可能是說他是警黑勾結 對 不是警黑勾結 因為如果是警黑勾結 這就是一個國家性的 政府參與 對 如果你說他是共產黨 在背後安排 立法 這就不是恐襲 這就是一個國家性的問題 即是你不能夠很滑頭 對你有利的時候 你就說是恐襲 那為何警察 你不說他是恐怖襲擊呢 原來就是因為 你想做另一種層次的譴責 你就是恐襲 但當然我都很黎民地說 我當然明白為何他要定義為一個恐襲 其實現在我們會發覺 很多坊間的輿論都是這樣 你這些叫什麼 你知不知道 你這些叫國王的新衣 即是一個反向的說法 喂 對我們有利的 我們當然不要拆穿他 你說了恐襲 整件事升溫了多少 多少人是有一個認同感 和他真的會自己覺得 自己人生性命財產會受到威脅 你說是一個政府去安排的 我證實不了 我怎樣明正言上去指責他 不是的 現在恐襲就很糟糕 現在香港可能會進入 黃色警報、紅色警報、黑色警報 但客觀講一個標準 最簡單的 究竟這是什麼恐襲 你看看外國傳媒 我查了這麼多外國傳媒 從來沒有一個傳媒說 這件事件是恐怖襲擊 對 你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外國傳媒 會說是恐怖襲擊 我沒有說不行 是可以 但你要面對一個客觀事實 DD就是香港人的自殺 而你作為一個學者 你去鼓勵自殺 是不是會違背了你的學術上的訓練 當然可能有些人已經覺得自己不是學者 那就是一個KOL 那你就由他 意思是這樣 好,到這裡 到這裡 在 kra Cameo parts 隔音樂 開反響 的良規 這件事 是 有些靜音樂 只能可以